十字戲就是有分優秀化進入的單機遊戲劇情 更是莫自尊傳跟華聖節的劇情 哇 偌大的蘭州城 竟只有西夏兵在尋查 街上一個百姓也未曾見到 城中為何如此蕭條啊 城牆上有一則告示 缉拿通敵女奸細 獻賞銀百兩補此案犯 看來街上巡邏的西夏兵 是在抓這個女賊呀 眼下西夏兵封了整座蘭州城 我還是先找一間客棧落腳 好 待西夏兵撤軍後 再速速將藥帶給高老丈 咦 有人 是位小兄弟啊 還好不是西夏兵 真是嚇我一跳 抱歉 惊擾到姑娘了 不知姑娘為何躲在這裡 莫非你就是西夏兵正滿城搜捕的女賊 女賊 多難聽啊 我只是和他們借用一下某物 沒想到那西夏軍統領小氣得近 竟因此下令關城 怎麼 你想去給西夏軍通風報信 好領賞嗎 這位姑娘 我瞧你外貌秀麗聰慧 談吐文雅大方 並不像偷雞魔狗之輩 我倒寧可相信是 是那些西夏兵們自己搞錯了 唉唷 瞧你一臉老實笑 倒看不出你的嘴這麼甜 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 我叫做夏侯怡 好個文雅的名字 和你很相襯啊 我叫做風鈴聲 風喉風訣的風 鈴鐺的鈴 聲鼓齊鳴的聲 看在我年紀大你幾歲的份兒上 你就委屈點叫我風姐姐好了 風 鈴 聲 嗯 靈清生潤 天月和鳴 風姐姐的名字很是好聽啊 你這壞孩子 從哪兒學了這些討人歡心的詞 哦 對了 現在外島的情況如何 街上現在半個人都沒有 大家全都躲回家裡去了 西夏兵正在挨家挨戶的搜查 不知道何時會搜到這裏 唉 看來我是在劫難逃咯 你還是趕快離開這裏 別要和我牽扯進來 要是讓西夏兵撞見了 就麻煩了 可是 這樣子也不妥當啊 如果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離城 我願意盡力幫忙 你有這份心意我就很高興了 雖然咱們相識識淺 不過 看起來挺投緣的 如果能逃過此劫 將來必會有機會再聚首 可是 是 誰在那裡 糟了 兄弟們 是那個女賊 還有一個小賊 幾位軍爺 東西是我偷的 這位小哥只是湊巧路過 和這件事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們就放他走吧 少啰嗦 不管是誰 只要在場通通給我拿下 賀蘭同齡有命 膽敢拒捕者 一律格殺無論 你們也忒滿橫 我真的和這件事沒關係 像你這種手無腹肌之力的小白臉 還敢跟我們講道理 哼 我給你一點顏色看 看來你是不會乖乖束手就擒 好痛啊 你們竟然 一定 我的頭好痛 居然膽敢傷無尊體 無知下廢 而等萬死已難償此罪 你還在那裡裝神弄鬼 想再吃我一刀嗎 死吧 我就不客氣 你 離火神絕 妖 妖怪 這小子是妖怪 妖 妖素 沒想到你這小子竟然 別怕了他 這是咱們的地盤 容不得他們囂張 天宮之物 太張嘍 執政婆娑 夠 疑弟 事已至此 咱們不妨就死劫伴而行 兴許還能逃出此地 聽風姐姐的 咱們這邊殺出去吧 那裡有東西在啥啥 是 是寶物 沒想到這地方居然還能有寶物 往後在實質系裡也多加留意吧 那我就不客氣了 那裡有輛馬車 你那一滿載油糧自重 卻不知是要上哪裏去啊 想來這馬車剛補給完 馬上要出城了 咱們便躲進這馬車裡 來個暗渡陳倉 兴許能逃出這個是非之地 好 然後補王血 然後我們這時候派 浴池良去下面好了 一一不要亂動 因為太危險了 看一下喔 這應該也是十字印吧 對十字印 好 這下要小心 不要讓他打到 一一站這裡好了 一一站這裡好了 一一可以先攻擊 可是 啊 距離不夠 好像硬扛傷害 硬扛傷害了 那瘋鈴聲幫一一補血 這樣他就不會亂動 隊長一定要給夏侯儀解決 那我就不客氣了 拜託幹掉他 拜託 YEAH NICE 成就達成 完成三成就 YES 躲進這馬車裡 這會不會太冒險了 在伏筆林 胸中藏疾 有時 越是兇險之處 卻越是安全 西夏軍在城裡四處搜索 我們不管躲到哪 都會被找到 但他們 未必會想到馬車裡 說得也是 那咱們 就堵他一堵吧 看到沒有各位 反正我站起來很強 不用怕 我就強 耶 厲害吧各位 我都佩服我自己了 就這樣躲著嗎 眼下只能見機行事 先耐心的等一陣子看看吧 方才在藍州 你竟然使出離火之氣 我還不是 這似乎並非你本來之力 是嗎 我也不知道 只記得 那士兵 砍傷我的手臂時 忽然有一股不知名的熱流 湧向全身 心裡不自覺地念起了 隱焚巨焰的咒語 这倒奇了 隐气之觉可不是一时三刻学得起来的 你以前从未学过天法魔道等咒术吗 剑术倒还学过一些 咒术可是半点没有 说来奇怪 现在我还记得刚才那火咒的咒炎 黄溪诸火 凌风化炎 快别念了 你这咒语听来不假 别又烧了起来才好 不过你这咒语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 总不会是在上辈子学的吧 这我也不知道 有人来了 老张 怎么了 一脸慌慌张张的 统领想到那女贼说不定早已离城 要我们两队人马先到山谷去扎营 以免被对方抢先一步 知道了 我这就解配上路 出城了 风姐姐 我们成功了 论到见识至迹果然还是你高明 以后凡事我都听你的 我原本也只是想读读看 没想到竟会这么顺利 不过兰州城外数十里尽是荒原 咱们不妨就等马车到了山谷 再找机会逃脱 我睡着了吗 马车已经停下来了 马车似乎已经到了山谷 此刻外面没有人声 正和我们四周探看 不过 那西夏统领说不定虚余便智 咱们千万不可大议 看起来我们像是停在了一个山洞里 奇怪 西夏兵来这荒山野岭做什么 这其中必有蹊跷 一帝 我们先去前面看看 莫非 莫非这里就是密卷中提到的 家下之窟 家下之窟 来人哪 那女贼来了 你们还真敢来啊 统领大人早就命我等 在此守株待兔 就等你们四头罗网 封姐姐 怎么误打误撞 确实中有他们的奸计 一定 先下手围枪 想逃 今天就让你们有命来 没命走 封姐姐 怎么误打误撞 封姐姐 封姐姐 山洞尽头只有一处石门 我们怕是逃不出去了 山洞外他们必定重兵把手 咱们反其道而行 往山洞里冲杀 说不定还有活路 好 应该可以一起吧 可以 一起必杀 再见 拜拜 立回合 我就说我战棋很强吗 你们就不信 谁敢放肆 再 对 上面平平整整的 倒像块大石碑 却不知是谁放在这里的 石碑 等等 无印无痕 朱正太虚 莫非这就是家下之门 那我们要如何打开这扇家下之门呢 秘密都在这扇石门之后 让我瞧瞧 应该有可以开启石门的机关 这门看来真是特别啊 逆日与逆月的文章 那秘卷图上所指的果然是这里 谁不懂 这事 你为什么要把你选择 之后 怎么没有 你为什么要把你选择 你也不认为 我都会把你选择 你怎么会择 你现在被择开 封姐姐冒大险来到此地 想必这件事对你十分重要 咱们还是先把这里查一查 或许有机关能打开石门 封姐姐快看 这里有一只尸体 看来已经死了好一阵子了 这人服侍不像本地居民 显然是找到外头的机关闯进来的 咦 她的手上有张羊皮纸 我看看 这是回狐文字 写的是三座皆成一囚 但不知其叙 则一视之而魂体崩窗 虽知其物 然时已晚已 好像是要把黑球放到柱子顶上 倘若次序有误 便得承受毒咒之伤 看来确实如此 想必这人放置错了一次 便即受创而死 这机关真是厉害 至少现在我们知道 这球并非置于此柱 此地共有三柱三球 剩下两个以二则一 看 黑球就在那边 乙弟 等等 我们只有一半的机会 猜对黑球可放的位置 这太危险了 我看 此事还是作罢 线下西夏军守住了入口 我们只能往里面寻找其他出路 不 而且 我总觉得这个地方很是熟悉 等等 乙弟 仔细听 好像有动静 封姐姐 快退后 我来解决他们 没想到竟生出这些毒物 要取回黑石球 还需要消灭这些毒物 封姐姐 我们快点打退他们 开启机关 没想到石门里面 就是这番光景 瞧着墙壁 这质量 这四周的光 一点都不像是楼兰的东西 不 简直不像是人世间应有之物 楼兰 楼兰 是亡于汉朝时的一个古代西域小国 据说它湮灭的缘由与经过非比寻常 因此 我一直在寻找有关此事的蛛丝马迹 根据我从西夏统领处偷听到的言语 这里的一切 应该与古楼兰城有关才对 可这究竟是 封姐姐 西夏兵不知何时会来 我们得找他出路逃离此地才行 快看 这里有扇门 这门上的日月图形 好像就是开门的枢纽 奇怪啊 怎么卡住了 这齿轮缝隙里积累许多灰尘杂物 所以一时转动不顺 我这里有关苏油 兴许有用 这里好像是最深处了 不过景色依然和前面的一样奇鬼 不止如此 我们好像还找到了此地的主人 你瞧 冰 一帝 你认识他 这 怎么可能 只是看到他的第一眼 脑海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不自禁就脱口而出 不会吧 瞧着少女的模样 好像一直在这里沉睡着一般 不过 他当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呢 你瞧他的白发 配上白瓷般细白的肌肤 看来 就像一尊象牙细雕的人偶 也难怪我乍见之下 还以为那是一尊雕像呢 嗯 他的确是很漂亮 不过 他若在此沉睡了这么久 想必不是凡人之术 咱们 咱们还是别惊扰他的好 是啊 咱们只是要找个逃生的出路 就在这四周看看 别轻扰到他便是 啊 这怪地方果然有秘密 那张秘卷和楼兰一定有关系 哦 你 是被我盗作秘卷的那个西夏统领 大胆女贼 俺有名有姓 叫做赫兰铁汉 乃是大夏国铁卫军统领 兼任殿前阵卫将军 你先好好记住了 哼 原来你就是那个恶名远波的铁卫军统领 你的西夏铁卫军贪脸横暴鱼肉百姓 在宋夏边陲两地赫赫有名 这想必都是出于贺兰将军的领导友方吧 至于你的秘卷吗 我不过是进来看看 你们就喊打喊杀封锁城池 真是小气 好个伶牙利齿的女贼 等你们进了宋州的铁牢 有你们的好果子吃 不过你们开启了前面两道机关 倒替俺省了不少功夫 这个黄毛小子 就是那个会使焚火妖术的小鬼 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有多少斤两 几招 贺兰将军 若你定要以多释强的话 就不妨来试试看 兰州那些士兵 就是你的下场 休得无礼 你没事吧 好奇异的感觉 像是很遥远而陌生 却又不能再熟悉的感觉 而对于他这一声问候 却像是非回答些什么不可 我该怎么回答他才好 这些人是谁 他们 他们要害你吗 这鬼里鬼气的婆娘是 当敢插手此事 就云并杀了我 给我上 收录来我要吃饼干了 我觉得应该没办法一次通关了 阿雅波斯 阿雅波斯可以上场 诶没有没有没有 笑我跳 一二三四 五 五位加冰璃 可是我记得冰璃要弄打赫兰铁塔吧 我记得是这样 对嘛 这个比较难啊 嗯 嗯 秦贼先秦王 一弟 咱们抓紧降服赫兰铁汉 逃离此地 姑娘 前面危险 请你稍稍后退 让我们在左右帮你掠阵 我是你的箭矢 我的使命 就是立于你的身前 将你的敌人 竞树图面于此箭之下 嗯 这阴阳怪气的兵箭 又是从哪里拿出来的 尔等果然是敌人 既然如此 那便杀无数 少啰嗦 少死吧 噢 真低猛 好 呵呵呵呵 后面还有敌人都忘记了 不过就凭这点伎俩 可不是本统领的对手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用兵之道 好 赢了 三成就 欸不对 少两只见面 啊 啊 我堂堂铁卫军统领 竟然会败给了你们这群小贼 今天就算是俺赫兰铁汉大义轻敌 事情不会就这么了的 你们给俺好好记住 凤姐姐 就这么放他离去 妥当吗 他本来自信满满 却惨败在我们手下 而且受伤不清 已然气局胆丧 此刻只会急着收兵养伤休息 应是不会再来碍事了 姑娘 多谢你方才相助 我们才能打退那个西夏统领 大恩不言谢 今后姑娘如有差遣 我们必定全力以赴 以报今日之恩 敢问姑娘方名 名字 我 我不记得了 啊 不不记得了 我好像 在这里睡了好久 好久 醒来的时候 几乎什么都已经忘记了 而还记得的一点点东西 在刚才的一战之后 也像残影般消逝了 我 我记不起自己是谁 不知道为何我会在这里 我唯一还记得的 就只剩下你 记 记得我 我们应该是初次见面 姑娘何来此言 谁啊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 可是 我知道是你 不会错的 我从很久很久以前 就一直等着你 你不认得我吗 你已经忘了我吗 一帝 你过来一下 一帝 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 由那姑娘所言看来 我想她如果不是失心疯了 那就是和你有极深渊源 你当真一点都不认得她 风姐姐 你知道我今天也是初次来到此地 如果我认识那姑娘 那我们大概是上辈子就相识了 可是她望着你的样子太不寻常了 她的眼神里满是依恋和思慕之情 就像是终于找到分散多年的情人一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这我可是半点都不懂 风姐姐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别忘了我是个女子 自然看得出女儿家的心思 既然如此 你不妨将错就错 就承认自己是她要找的人 然后我们先带她离开此地 以后再慢慢做打算 这 这岂不是在撒谎骗她 有你在她身边能让她安下心来 而在她的记忆恢复之前 我们也方便照顾她 算是报答她帮我们打赢这一仗的恩德 姑娘 或许 或许我自己也忘了 但如果我们之间曾有过什么 我想 我想加以时日 我们总会慢慢想起来的 你终于记起我的事情了 冰 离 冰 离 这是 我的名字 我 我记起来了 冰离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的确是这样子叫我的 此刻风声鹤唳 还是先找个地方避一避 随便找个商旅繁多 人际混杂的城镇 在客栈里 闭上几天风头便是 那 冰离 你愿意先和我们一起离开吗 当然啊 你应该知道 我一直都是跟着你的 不论你到哪里 我都会在你的身边 沙漠中居然能撞见流寇 运气还真是糟糕 行走江湖小心为妙 若是没人守夜 怕是会让这群流寇得手了 老大 他们看样子是老江湖了 管他是什么 咱们人多 动手 秦帝宇峰姐姐在城中相遇 一帝 哦 是听风姐姐这样一问 恍然想起了之前在荷州镇的事 这一切得从我离家来 给村中长辈高老丈买药说起 话说 这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心中难免也是坠坠不安的 还未出村就遇上了麻烦 这是哪儿传来的哭声 小红哥哥 是阿玲 哎 阿玲 到底是怎么了 小红哥哥 我哥 他欺负我 把人家的婷婷藏了进来 哎 又是阿玲在作怪啊 是你的娃娃吗 别哭 我帮你找去 阿玲 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夏侯大哥 这里挤不下两个人 你找别的地方好吗 谁要陪你玩躲猫猫啊 你把阿玲的娃娃藏起来 害她哭得乱七八糟的 快拿去还她 哎呀 夏侯大哥 你以大欺小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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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去把娃娃找回来 还给阿玲 这还差不多 快去吧 救 救命啊 谁 谁来救我 我不要死 阿玲 你不是去还布娃娃了吗 怎么在这里 夏侯大哥 救 救救我 我就是不想给他才跑出来的 哇 你这小子还真会给人找麻烦 你别乱动 我这就过去 夏侯大哥 有 有大蝎子 阿极 这蝎子由我来挡住 你趁着机会快逃 夏侯大哥 那 那你怎么办 我会自己找机会溜较的 总之 你先逃再说 快走 打蝎子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哈哈 当年打蝎子用炸弹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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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这音乐还是白天不厌啊 你别乱劲啊 他不想打蝎子 再说 我要 好 不要无论 你自己去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你自己去 那些时日 你的运道便能好转 待此番风波过去 再寻饥恶红花 想来是能治好那老丈的病 一尘数差 没想到沙漠之中 竟会有此等妖物 一定 莫要跟他们缠斗 前方有处烽火台 我们先去里面陛下 作乱的好时候 我们先在此处歇脚 等天亮再赶路吧 这里便是梁州城了 此处西下势力尚未伸直 我们先在此歇歇脚 再做打算 风姐姐 那龙兰遗迹到底有何要紧之处 让贺兰铁罕不惜遣军封城 也要找回秘卷 传言 楼兰并非如史书记载的 翠鱼兵戈 而是人为的毁灭 贺兰铁罕寻找楼兰遗迹 怕是想要得到这莫大力量 根据史传记载 楼兰本是位居西域要充的小国 由于位居匈奴之威 一直不肯臣服于汉 直到汉武帝时 汉史父介子 用剂袭杀楼兰王 将全城居民迁都到西南方的乌尼城 于是楼兰之名便自此湮灭 而乌尼国也就此陈属汉朝 史书上虽是这么写 但我却曾听过另一种说法 据说楼兰是毁于一场惊天动地的灾变 汉宫内整天时兴力的汉蜀太长一层记载 曾见七药齐犯黄到天顶 日月逆沉移而巨陷 可是 这和楼兰城又有什么关系啊 当时与父介子同赴楼兰的汉将王辉 在回朝后对迁都污泥之事含糊其词 只说楼兰在天灾中毁破严重 不得不另见都城云云 但他后来曾对有人提起 其实幽黄焚云沙涛朝卷 紫殿藩毫穷勿战力 随即七药齐聚于顶 日月交时天时乱续 如见末世之相 他亲眼见到七药聚底 可见这异象陷于楼兰城处 毁破楼兰的惊人天灾与此异象 自是脱不了干系 西夏王李元昊雄才大律 这几年来开疆辟土 对天下咸有野心 若他想要获取这力量 因而特别请赫兰铁罕来调查此事 那也并不奇怪 那封姐姐你呢 你可不像是想逐鹿天下之人 你又是为了什么想要找到楼兰 我是为了寻找 一个人 一个很重要的人 一定 谢谢你陪我这一路 糟了 咱们只顾着自己说话 可把冰黎姑娘给冷落在一旁了 冰黎姑娘 真是对不起 不用道歉啊 你以前也不常对我说话的 我们经常静静地并肩坐着 什么也没说 但是你总能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不是吗 我将众多法宝分交众图保管时 我或传的是这个紫荆网顶 别看着神顶小巧玲珑 它能列画天下诸物 合二为一 聚随画像 极是神语 今后 若我们得到什么奇物异时 不妨用着神顶列画看看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帝 这神顶就先交给你带着了 多谢风姐姐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 从紫荆网顶内一散出去 不好 定是这紫荆网顶内 未能完全列画的妖魔逃逸了 事不宜迟 我们得速追去将其消灭 否则这周遭的百姓 怕是得遭受其害 我们不打赏 没想到逃出的竟是狂魔 这地界的魔物可不好对付 可得小心才好 这魔物极善数法之道 与其比拼数法 我们可不占优势 不过折虫之辈 也敢在此兴风作浪 此处精怪较多 还是巧胜为妙 一地 我们且分散队形 以免狂魔对我们进行集中攻击 此魔物相扶辣 多回封姐姐见多识广 知晓战胜此狂魔的技法 我们才能得胜 咦 方姐姐 真的是你 有救了 有救了 清卢 紫玉 你们神雀宫四壁怎么会在这里 你们公主呢 公主大人她 她被劫走了 什么 摘你不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传言为千年前被幽黄吞没的楼兰 将重现于世 武派以慕容争为盟主 和我们神雀宫便都来了西域 谁知道 在梁州城外驿站休息的时候 公主被尾随的一伙贼人掳了去 等我们发掘的时候 已经追不及了 对方挑你们在驿站时下手 显然是有意而为 咱们现在便去分头调查 对方 若有消息便回来此地碰面 封大姐 那便一切拜托了 四壁先行告退 还真是多事之秋呢 一帝 神雀宫和我关系颇深 这个忙非帮不可 只好护着脸皮 请你再陪同一程 好吗 封姐姐 不用客气 我若是能帮上忙 自是最好不过 不过 冰离姑娘那边 我自然跟你同去 那真是太好了 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开始吧 先在梁州城里到处查访 如何 神雀宫好大的面子 连天遥派也请来了 看来斋女对于楼兰城之命 可是势在必得啊 慕容灌主客气了 灌主贵为这次的五派盟主 待我两位师兄一到 应该是我们前去拜见才是 盟主 罢了 封女侠 我此刻没心情和你斗嘴 算我慕容灯怕你便是 不知慕容盟主何以面带优色 封女侠 你可看到我小女儿慕容玄机 入城后 我看她在房里闷得可怜 就让她街上走走 哪知就没了踪影 慕容灌主莫要心急 玄机小妹子从小聪明伶俐 想来不会有事 咱们多留心一下 说不定过个几天就会有消息 女侠 我刚才说话对你很不客气 还老你这样帮我出主意 真是过意不去 那便有劳几位帮我留心一下了 无妨 那我们先告辞了 咦 地上有一个小小的巧绣香包 香包上绣着北辰玄兆 玄机天映的字要 这必定是玄机的东西 为何会掉在这里 发生什么事吗 我们正在找一位朋友 是个中原来的姑娘 年纪约十六岁 请问您是否有见过 是她 她昨天在这儿光张西望了一会儿 然后就跳进停在这里的一辆商队棚车 跟着那商队出城去了 原来如此 你可知道那只商队往哪里去了 西北方 呃 那只商队的领队 是个极壮瘦的汉子 呃 脸上 有道蓝色的刺青 多谢 我们快追上去看看 明月一寒 四象门首图 高士金 风姐姐 我们被沙漠妖魔包围了 此处位于沙漠身处 人尽寒致 我们贸然而知 这些妖物是被我们的气息吸引过来的 咱们抓紧时间解决了它们 莫要耽搁时间 就 救 救命啊 为 为什么你们非要我的命不可 我又没做什么 救命啊 有谁能来救救我 谁叫你没事乱瞧 看了不该看得多 好也是没用的 你就乖乖受死吧 咦 前面似乎有麻烦 我们快过去看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小 小兄弟 救救我 这些人蛮不讲理 我不过看了他们一眼 就一路追杀我到这里 这些人蛮不够好 一路追杀我 这人蛮不够好 不够好 中国人蛮不够好 确实 此处来 补小孩 简单 这人蛮不够好 这人蛮不够好 我 一雨 等我 两家 需要 就是现在 谁敢放肆 谁敢放肆 人猪 十轮成命 神魔供刺破 中法无效 这贼人身上好像带着一封书信 书信 我来搜搜看 将神雀宫斋女 葛云依 勤补到手后 以快马接力送到宝中 刑事务必隐秘 绝不可引起任何人注意 目睹者一律格杀勿论 此令 伊伦哲罗 伊伦哲罗 听来好像是边境姓氏 这是敌方头领的名字吗 他们为什么要抓斋女呢 感谢恩公救命之恩 今后有用到查死葛的地方 恩公尽管开口 大叔不用客气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些人凶横霸道 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不过 这些人的举止 不像真正的盗贼 反而像是在杀人灭口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们飞去您的性命不可 我不过是碰巧 路过他们的营地 看到有人把一个昏睡的小女娃 抬进帐篷里 那个女娃的服饰很特别 所以我经不住多看了两眼 谁知他们竟一路追杀我到此地 昏睡的小女娃 该不会是 斋女吧 大叔 你在哪里看到这些的 就在北山绿洲附近 我这儿有此地的祥图 沿着这个路线走 半天就能到 多谢大叔 风姐姐 兵离 我们快去营地救人 人家在营地周围晃来晃去 干什么呢 他们三个鬼鬼祟祟 一定有所图谋 少跟他们啰嗦 直接上 我就问你们 斋女他人在哪里 你们果然是为此而来 可惜你们没命知的喽 就凭你们几个人 尽管来吧 一帝 兵离姑娘 此处无人 咱们不妨先商量下 待会儿应该如何行动 我们得设法找到 斋女的所在 除此之外 慕容姑娘的安危 也颇令人担心 玄机妹子向来机灵 想必她现在正躲在暗处 伺机而动 等咱们四处搜查时 他就会蹦出来了 这帐篷里躲着一个人 等等 是我啦 也紧张 凌生姐 好久不见 因此所见略同 此处的帐篷 果然是躲人的好地方 玄机妹子 好久不见 这位大哥哥 多像你刚才 这么关心我的事情 诶 请问你尊心大名 我叫夏侯仪 姓是夏侯淳的夏侯 仪是天仪的仪 初次见面 请多指教 这位是兵离姑娘 你是和凌生姐姐一起来的 想必早已知道我的名字了 我叫慕容玄机 是北斗七星玄机星的玄机 我知道 北辰玄照 玄机天命 如今七年所见 慕容姑娘 果然和这两句美词 及时相称 你 你是在哪里 看到这两句话的 慕容姑娘 别生气 我们可是拜此物所赐 才能一路找到这里来的 你的香包 这就原物奉还 慕容姑娘 叫起来很是生分 我又觉得自己的名字 念起来拗口 所以 以后可不可以 叫我玄妹就好 这倒无妨 慕 玄妹 你无事就好 慕容灌主 可是十分担心你 我听到这伙贼寇 在谈送走斋女的事 一时心急之下便跟着他们 一路到了这里 玄机妹子 除了找你之外 我们也是为了追查 斋女的事情而来 你于此可有所知 这伙贼寇 事先将斋女藏匿在梁州城内 到商队出发 才将他一起悄悄运出城外 我随车队到了这营地之后 除了几次快马来去的提声之外 就没再听到过和他有关的消息 对方行事如此缜密 只怕詹女此刻已被带离此地 不如咱们就逮住此地头领 逼他吐露详情 听说有小子要请我 不自量力 脸上有蓝色刺青的大汗 就是你 没错 怎么 Mount啊 我可以变成了 这群虎 推荐 那群民众 十五 这是 不许可 不许可 啊 四 哪 详 是 我 有没有命走出这个绿洲吧 给老子上 一个火口都不用留 神魔供此铺 好强啊 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还不快把湛羽的下落 和那个宝主的底细告诉我们 我阿尔泰巴 受过宝主的救命恩惠 就算你们把我大血拔快 我也不会说的 要杀的话 就动手吧 哈哈哈哈 阿尔泰巴 你是个有骨气的汉子 既然你执意不愿说 和你在这儿相耗也是多余 今天就饶你一命 倒看不出来你们还有这等气量 这份恩情就留待来日再说了 后会有气 明生姐姐 你可是有了好主意 我早料到他不会说 所以偷偷在他身上下了本门的千里追踪法咒 以后不论他到哪里 只要放出符咒 哲成的紫渊一路跟随 就一定可以找到他 他遭遇死败之后 必定会回大本营 向那宝主回报 咱们正可尾随而至 太好了 那咱们快跟上去吧 真是 那我先走一步了 你们万事要小心